之前竹山國中第76屆畢業典禮熱鬧登場 在眾人的祝福與幻聰下 161位畢業生將離開國中 進入高中這個新的學習階段 我們今天是我們竹山國中的畢業典禮 我們今年有161位的畢業生 來參加畢業典禮 那我們今年的教育會考 也是在南投縣數一數二 總共有34位同學 達到台中二中以上的標準 在鳳凰花開之際 我們祝福所有的畢業生 蓬城萬里 先院參謀爾專程出席活動 感謝校方師長的用心辦學 並祝福畢業生們 在進入新的學習歷程後 能夠持續往志向來學習做努力 畢業典禮 是一個非常感動又感謝的一個日子 我們感謝三年來 我們的師長陪伴教導 讓孩子們學有所成 我想在進入另一個學習的階段 孩子都已經準備好 希望孩子在進入另外一個學習的階段 能夠順行努力 先院成與你相信國中三年的時間 帶給孩子們很多寶貴的學習經驗 也祝福畢業生們畢業快樂 學習快樂 今天是祖山國中第76屆的畢業典禮 那也是我自己的母校 那回到母校呢 其實有很多的感動 也有很多的回憶 因為畢竟在這裡三年 其實在這裡學了很多的東西 那也是一個人生的一個階段 那未來也在期免我們的學弟妹們 能夠在另外一個新的旅程 能夠學習快樂 那也祝福他們畢業快樂 議長和尚峰肯定校房的用心 辦學讓孩子這三年 有豐碩的學習成果 也祝福畢業生們畢業快樂 希望每位在進入高中階段後 都能夠有更好的學習成效 記者盧依凱竹山在訪報導